新人透視繼續討論香港的住屋問題 居屋、公屋等等 阿齋sir在這裏 上一回就繼續講下去 其實在居屋市場 2003年阿齋sir剛才說 剛好說起突然停售 即是說不要撤離市場 其實這個說法已經是有問題的 其實不是切不切 即是說到政府走進私人市場 搞亂了檔灘 現在要走出來 這個本身是錯的 其實剛才我們在上一節已經講過 其實1977年 即是英人管治那段時間 已經有這個scheme 已經有居屋這個概念 其實是一個街態 也是一個安全網 簡單來說 從來沒有搞亂過私人市場這四個債字 沒有 人家是在說對人 不是對市場 這個已經是確立了 很簡單 剛才剛剛在第一節和第二節之間 阿快畢都說過 其實開始有人很懷念老董的八萬 其實真的幫了很多人 其實香港政府 剛才特區政府 阿齊Sir剛才說了一件事 他挺有趣的 就是說 在老董的時候 大量興建公屋 亦都出售公屋 又都出售了居屋 這幾件事 是稍後會有說的 因為我剛好說 為何停售了它 其實出現 為何阿煲胎 近這一段時間 我們不建公屋 他有一個 怎麼說 就是他的大前提 就是房委會有赤字 結構性赤字 我昨晚 剛好問了一個 比較資深的朋友 他告訴我 房委會的收入來源 支柱第一個 是公屋的租金 第二個 是出售公屋 第三個就是管理整個公屋的商場 但是現在賣了給領匯 那就斷了水糧了 還有 既然賣了商場給領匯 但那筆數去了哪裏呢 為何有錢賺的 他賣了給領匯 是的 百多元 我朋友告訴我 那筆數沒有回撥到房委會的行常 他只是告訴別人 他說拿去投資 但依然是行委會的 是在投資項目上 在投資項目上 在投資項目上 你可以在投資市場裏面 可以賺 可以試 那麼大後又怎樣 第一 你賣完東西 賤賣了資產 居屋又停了 這件事 那房委會自然間 只是靠租金 那加上又大大聲聲說 那些公屋居民不交租 或者差 那房委會當然是入不夫之 當然是結構性有赤字 所以政府就大條道理說 那便不起了 沒有錢有赤字 那便推得一幹而正 好像是 其實背後不是 背後就是賺錢 大概做例 其實我們要回來 我也想有這裏引出 有兩個問題 是 第一個就是 香港政府 對於那個 港英時代 這個就是 對居民住屋的承擔 當然那個是由 石結尾大火 到現在 足足是 五十年了 差不多 這一個長遠歷史 慢慢形成了一個 對社會 有一個有秩序的 所謂叫補貼也好 或者叫做 輔助也好 等人最後 個個都 租者有其屋 居者有其屋 這樣去的一個局面 然後呢 中二置業者也有其屋 這樣的三層架構 好了 這個三層架構 也都是造成香港社會比較穩定 社會比較穩定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這個因素呢 在經過 這個97 特別是03年 這個大變動之後 現在開始 解體 這個解體 長遠很嚴重的 我們首先要討論這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 當然我們要討論的 就是那個 自由經濟那裏 就是那個 資金來源那個問題 好了 這個問題是怎樣 你現在 你發覺香港有很多的社區 天水圍是特別例外 因為它就是沒有 在一個屍樓 和那個公屋之間 沒有一層居屋在圍住 其實以前來說 譬如你去 最好的例子 就是譬如這個廣元村 廣元村 是一個很漂亮的公屋 又有居屋 旁邊就有一棟屍樓了 其實呢 無論屍樓 居屋 公屋 全部都是用公屋商場 所以實際上 你這個公屋的商場 本身呢 是Serve 全部人 所以好了 如果你把房委會 刷雞取潤式 這樣去扔了公屋商場 不可以在裏面 不斷收租回來的話 你收的租也合理 大家都好做 那裏就有人 即是有一班 便宜價商戶 提供所有人的生活所需 你現在給了一個領匯 發神經的加租 於是連屍樓的人 都發覺 生活費很貴 因為公屋已經貴了 再加上去到這個領匯商場 吃個大家 都三十幾四十元下台 是不是痛苦 文具店沒有了 全部在那裏買屈臣市 萬寧 百佳為康 那你就死定了 這個本身呢 是房委會這個殺雞取潤式 造成香港很痛苦 而且呢 你現在就 再沒有窮人和有錢人 有錢些的人 和中層的人 合起來一起住 即是沒有這個社區和諧 這件事 對香港長遠來說 是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在居屋 不只是你眼見的 只是給一班人 可以上樓的問題 是給一班人 學習怎樣和諧共處 現在西九的衰法就是怎樣 全部都是豪宅 一個原坊 附近有個居屋 沒有 有沒有低下架的私人樓 沒有 有沒有公屋 沒有 叫他們死 最近去渡船街那邊 那就是大家 大家是兩個世界 渡船街的這邊和那邊 搭的船都到不了 用佛家說法 你都到不了過去 對岸 即是那個深層次矛盾 我想大家要留意一下其中一件事 就是那個住屋的問題 因為其實現在 你剛才說是英國殖民地時候 但是現在我們說的是 地產商殖民著我們整個社會 對岸 連曾蔭權 其實都是同來合污 做人比董建華更壞 不過董建華 就 不懂包裝 勾烈快 不懂包裝 即是那個手法絕裂 是吧 即是你看到一件事 我前兩天我想問大家 大家應該有看新聞 就是 社區組織協會有個調查 就是越來越多的 所謂80後90後 睡街 是的 越來越年輕 還有什麼高學力 最慘的是 早點叫他們 你們全部去申請公屋 是吧 沒有地方住政府有責任 提供居首給你 你這麼低收入 你又要還關窗 你全部應該符合 你便應該逼政府 給一班叫做是大專學生 排隊公屋的一種輪候標準 是大專學生可以來排的 鬼嗎 這樣吧 20萬個小時 張宇人說 你一定買樓了 不賜宅那些 賜宅那些 賜宅那些 叫他一個鬼魂進去住 張宇人 張利益宇人先生 噗噗到不得了 下屁都被人 我覺得奇怪 有很多大地產商都出來說 應該要蓋居 我們剛才有仔細分析過 那三位人兄為何會同意 一個羅康瑞 一個鄭凱全 一個鄭家純 說吧 為甚麼呢 剛才在開機之前 跟阿齋常有談過 很吊詭 在剛剛兩會開的時候 第一個跑出來說 是鄭家純 第二個是鄭凱全 鄭凱全不是說一次 是說了兩次 甚至三次都說支持贊成 他是運行家 大家要想想 Banker贊成建居屋 其實你不覺得很搞怪 不搞怪 為甚麼 答案在哪裏 很簡單 政府擔保的銀行貸款 即是說政府包底 當然政府也不是傻的 看過你收入 這個可以的 讓你上樓 你上樓 於是政府包底 很少是default rate 要視乎 這些是穩賺不賠的生意 銀行為甚麼不做 沒錯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過去的 由零三年到現在 每年只有萬多個單位出 只有萬多個單位上會 你如果現在 蓋回兩萬個居屋單位 你就真的有三萬五 是吧 你有三萬五的話 你銀行加造那兩萬個單位多出來 他為甚麼不做 對他來說 沒有虧的 現在銀行是水浸的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你看到整個社會的結構就是 你只有那些豪宅去買 你便宜的樓 所謂的便宜的樓 其實沒有 或者你有都沒有錢去買 那你銀行做甚麼生意 就做到那一陣 那一陣 其實所謂的豪宅 就是那幫人去炒 要不要借 然後你說羅康瑞 是甚麼人 瑞安建築 做甚麼 你去全部公屋 公屋地盤 公屋地盤全部是羅康瑞 最大的成建商 最大的成建商 你多建一些居屋 他不開心 你又找他建 是嗎 他眼明手快 只是說熟手技工 他不是相對新鴻基 長實來講 實力沒有那麼豪宅 所以他相對 依賴 他不是集中在私樓市場 他不是集中在私樓市場 他是公安政府做成建商 即是他都需要那個火層 羅康瑞就是成建商 一個就是Banker 再加上發展商 為甚麼鄭家純又要幫忙 鄭家純我們留下一節 我們請到鄭家純去 哈哈哈哈 鄭家純 我們先提供 為什麼 cheat